各位亲友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3月23号2023年 大概在两天之前 中国的食药集团宣布 他们研发了中国首个mRNA疫苗 是针对于新冠的 这个消息发出来之后 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 我也非常高兴 因为mRNA技术是应该在世界上 属于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领先的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不单单可以用于疫苗 而且可以应用于癌症的治疗 甚至于其他罕见病的治疗 掌握了这种技术 相对来说已经走在了 全世界的医药界的一个前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那么很多人让我分析一下 这个疫苗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点 和什么样的缺点 但是我一直不敢说 我也不能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所做的医学的所有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现代医学的巡证医学 也就是说就是需要有证据 然后才能给出我的推断 或者说我的结论 很可惜现在我没有这个东西 食药集团在新闻稿发布 这是他的所有的新闻稿 一共大概680多个字 这个对于一个有突破性的一个疫苗 或者药物来说的话 这种新闻稿相对来说是过于简练了一点 那么哪怕他简练 如果说里面有一些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 当然也是好事 可是这个新闻稿带给我的只有是疑问 好那么我就说说下我的疑问 强调一下我并没有说他这个疫苗好或者不好 我只是说我对这个新闻稿里面的某些东西有疑问 因为他没有按照常规的方式来公布这个疫苗 第一个疑问是在他第一段里面 他第一段里面是咱说了 他这个疫苗覆盖了奥米克隆的BA5 然后呢就通过了5500个人的临床研究测试 那么我去研究临床测试的网站 去看他们登记的临床测试 在上面一共有4个临床测试 第一个临床测试是说 这个疫苗在中国给老年人使用的结果 第二个是在中国给18岁以上的人的结果 第三个是在中国给18到59岁的人的研究结果 最后一个他说是血管 也就是说注射了其他疫苗之后 把这个作为加强针的一个临床测试 这些测试所有的人数加在一起的话 大概只有1500人 所以说我不知道另外4000人 他是怎么样出来的 是不是在其他国家也有另外的测试 或者说他们在测试的结果上面 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动 这个就不清楚了 这个是我第一个比较大的疑问 这个5500人到底是在中国测试的 还在其他国家测试的 到底是怎么样情况的一种测试 第二个疑问 他整个新闻稿里面 没有说他用多少剂量 这个是很不寻常的 任何一个药物的一个新闻发布稿 最最基本的 最最起码的 他应该告诉我这个药 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剂量 那么我从他的临床实验里面 我们看到的 他用了两个剂量 一种是20微克 一种是30微克 那么我就 另外一个疑问就是说 那么中国国家要监局批准的是20微克 还是30微克 还是30微克给一些人用 20微克给另外一些人用 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任何消费者都想知道 我打这个疫苗到底打了什么样的剂量 那么另外一个他下面一段里面也说了 他说有4000例的血管加强免疫临床研究 他说已经在12月10号到1月18号2023年展开的 那么我相信这个就是他所说的第四个血管研究 但是这个血管研究有两个问题 一个他这里表示他仍然在研究当中 另外他还说他只收1000人 所以说这个4000和1000人之间又有一个人数上的差异 那么有些人说这个你吹毛求刺了 他告诉你有人数就可以了 但是医学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你到底有多少人研究就有多少人研究 一个研究用1000人和一个研究用5000人 在可信度上面或者说在数据整确度上面 这个差异是很大的 好那么这个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东西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说各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较低程度较轻 较低和较轻这个不太常用应该用个量化 比如说吧发生的概率只有20% 发生的概率只有60% 这个是一般是医学上我们用的一个方法来的 较轻他后面说了他最主要是一到二级的副作用 那么我也想知道这一到二级的副作用 当然是不严重 那么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 对任何一个药物上市 一般人都想知道剂量是什么 效果是什么 副作用是什么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副作用上面你不能说大家都差不多 大家都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你最好有的量化 然后又说了老年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及严正程度大幅下降 这个又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用词了 大幅下降和成年人相比是下降了20% 还是下降了50% 这个最起码要一个量化 而且这两组人的计量用的是不是一样 人数大概是多少 这个是一般临床测试里面最最基本的一些要素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它的效果 它说14天针对奥米克隆BA5的中和抗体平均低度是236 是加强接种前的83倍 看上去很好 这个我在科兴疫苗那个时候我已经讲过 这个其实看上去很好 这里面有很大一个漏洞 或者说很大一个问题 这样说吧 如果说这个曲线 是中和低度 是灭活疫苗的中和低度 如果说它打加强针的时候 是从这一点开始打加强针 然后增加了83倍 这个情况和这个情况又完全不一样 如果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打了加强针之后 83倍 你们要看到同样的83倍起点不一样 它最后的终点相差是很大的 所以说它应该要告诉我们 这个83倍到底是基于什么样一个标准的增加 另外这个236 你也要和同期的 我不想说和贵瑞和莫德纳相比 因为这个是美帝国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的 我们就说中国一些疫苗 中国的像制飞疫苗 像康希诺疫苗 灭活疫苗 那么他们的平均低度大概是多少 这个要应该一个对比 如果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新闻稿 应该他说 它平均低度是236 和康希诺相比 比康希诺增加了2.2倍 举个例子说 那么才能显示出它的优势 单单你搞出一个236 没有对比 根本就无法显示出它到底有多好 这个就是效果上面的我们一个很大的疑问 在整个新闻稿里面的话 我们看到很多用一些并不是很专业的名词 比如像很好的交叉 很好是多好 然后就说长时期内维持高水平 这个长时间是多少 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好 那么最后一部分 就是他们说有点数据 这个数据就在这里 他说以从组蛋白疫苗为对照 观察加强接种口7到28天 这个mRNA疫苗保护效率为70.2% 好 那么这个保护率是70.2% 那么从组蛋白疫苗的保护率是多少 你要有对比 你没有对比的话 你怎么显示它的优势 如果从组蛋白疫苗的保护率是75% 你这个只有70.2% 那么是不是有比下去了 然后观察加强接种口14到28天 这个疫苗的保护率是85.3% 我不大懂这句话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语病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说 以从组蛋白疫苗为不对照 观察加强接种口7到28天 这个应该是从组蛋白疫苗的保护率是70.2% 然后这个的保护率是85.3% 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无法理解 如果说大家看得懂的人告诉我一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这些都是疑问 这些都不是很科学的 所以基于这些东西 我不能进行分析 我不能说它这些数字完全是假的 但是我无法量化 记住我说的问题就是量化 没有办法 所以我无法告诉大家 这个疫苗是好还是不好 不管怎么说都对食药集团不公平 因为我没有数据 我在空口说白话 好了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吧